Power BI内置了一个名为 问语达QA的功能 可以让您通过自然语言查询来探索数据 并且可以使用QA结果创建分析报告和视觉化 可以让数据分析变得更加直观判断和容易分析 让所有人都能做数据分析 我们来画第一张图 接下来才是真的分析的重点 因为我们拿到的是大数据 所以它在这里面 这个大数据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数量很大 第二个它就是会有持续性 既然它是有持续性 我们通常在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 就是要去看时间连续的变化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分析的就是 各年销售利润率 有听懂这个观念 或者是假设啦 老师我根本就没有分析的idea 对不对 会不会有同学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这套软体也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假设我不知道要分析的时候 请问一下新冠疫情的变化 你要分析什么 你也不知道要分析什么 这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收集很多的资料 然后去把一些重要的函数写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教你一招 叫做问语答 问语答哦 怎么做问语答 就是在这个空白的这个仪表板上面任何一个地方快速点两下 他就问你这些事 我先稍微我点这个 我是这样子放大 您看一下有看到吗 我们刚刚是不是创造了一个叫做什么 销售利润率 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会说 你反正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开始使用 对不对 你可以尝试从其中任何一项开始 举例来说 他就问你说 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 各城市的销售利润率表现是怎么样 各国家的销售利润率表现是怎么样 不对 这边他有top top是最高的销售利润率在哪几个国家是最高的 销售利润率是在哪几个地区是最高的 你觉得这样棒不棒 很棒吧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分析什么 好那接下来我就教你怎么用它 我想要知道就是说 各年 因为我这边就是各年嘛 各年销售利润率的表现 好 所以请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请在问语达那个框框 问里面输入 请只输入栏位名称 因为你一刚开始你不可能了解 了解太多 像cap by 好 那我们就先输入栏位 我是不是要各年 那你可能要知道订单日期里面有年 好 所以请输入订单日期 空一格 你看下面就自动帮你准备画图 订单日期完毕之后呢 空了一格请输入 销售额利润率 请都输入栏位名称 销售额利润率 可以吗 这就是每一天的销售额利润率 其实这个销售额利润率 空一格 销售利润率 请你 因为它是真的是日期 所以其实你可以直接 直接销售额 将日期后面直接输入 EAR 就是当你打订单日期 然后空一格EAR 你看是不是就直接画出来 可以理解吗 就是说 假设当你真的不知道 要分析什么的时候 就请你 至少你会打字 要打什么 就在问语答里面 输入栏位名称 举例来说好了 我想要知道 销售额利润率是多少 所以就把全面都删掉 你看销售利润率 是不是就直接出来了 这个平均是0.12 这个问语答 先暂时介绍到这边